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龍力蓮? 嘉明碗?你怎麼這麼巧? 來查看嗎? 最後一間中東套房被我拿走了 你永遠都這麼倒楣閒頭 來到德國也見到你,你來這裡幹什麼? 我來看時裝表演 這個星期還有時裝表演看嗎? 那可能你還沒上班,所以沒聘請你 還滾國,那站在那裡幹什麼? 立刻向我檢查哪間酒店 還有總統套房和哪間花香草看 不然他輸給龍力蓮? 謝謝… 好東西吃… 奇妙,龍力蓮怎麼會跟小女孩一起? 讓我幫你吧,你真不準確 龍力蓮為何會對小女孩這麼好? 難道她是她的私生女? 女兒? 不知道, 警察不做 不是吧?那個賈明門 在德國遇到阿蓮和師生女在一起 那個賈明門也不知道是不是瘋了 哪會有這種事? 但是, 天文說明是賈明門親眼看到 她才敢開名, 應該不會是假的 那張照片雖然認得不太清楚 但是那個女兒真的有熟悉的感覺 會不會真的是阿蓮的師生女? 難怪的, 張總的計劃明明是姐姐跟著的 她竟然無故讓給我跟著 我也覺得奇怪 原來就是為了在德國找個女兒 不會吧?她這麼大的事 從來從來都沒有向她提過 未婚生兒子, 她不怕你說敗壞家星? 以姐姐的脾性來說 如果這個不是親生女的話 她不會對她那麼好 阿蓮中學就去了外國讀書 在外國住了這麼多年 威哥, 你又不是每年有空去探望她的 就算你生了兒子 也不告訴我們, 你知道也行 謝忽 這件事, 找到阿蓮了嗎? 剛好設定, 她上了飛機 現在正在飛回來 對了, 你當年經常飛過去探望姐姐 你一定知道的事可以告訴我們 我甚麼都不知道 不過我看完這則新聞之後 我突然想起一段往事 有一年, 我去美國公幹去探望她 她不讓, 說很忙 令我早就做完事 於是就去了宿舍找她 令, 令 令, 我特意來探望你, 開門吧 令, 令 嚇到手也閉著, 她也不開門 還說在趕紙紙紙 沒空, 叫我先走了 她當年的身形是不是很臉腫? 當時她的肚腩就像男球那麼大 那就是? 肚腩大了 是呀, 那段時間剛剛下雪 老馬說不定要再穿兩件衣服 你不用跟她鬥了 這麼多年的事你都記得這麼清楚 我不信你沒有懷疑過她做錯事 她就把肚腩弄大了 她是怕你發現羊羊了出去 才不讓你進房間 後來就靜靜地生了這個女兒 而這個女兒就是 雜誌報道的這個 天啊, 原來大小姐有師生女 這件事是真的嗎? 劉虎, 你有東西要買嗎? 不是, 我在計算時間 阿蓮上飛機是不是黃昏時間到了? 差不多到了 那我們不上公司了, 先去她家找她 你還生他嗎? 生不生氣也是其次 我生氣了, 爆單的新聞出來 無論如何都不輕鬆 幸好時間夠久了 你什麼事? 整個二十多年前的事 阿蓮也四十多了 年紀結婚了 就算有個女兒也沒問題 我們可以跟記者說 我們龍家的事 無需一一向公眾交代 一來可以表現 姐夫你知道整件事 二來又不怕記者亂寫 這麼說也好 而且連女兒都是龍家的人 一直在外面也不是辦法 我要問清楚她怎麼處理這件事 我們先拿上房間 阿蓮 阿輝, 爸爸 爸爸 怎麼這麼巧? 姐姐姐夫前腿翻 爸爸就後腿上來了 阿輝, 你不是應該出了旅程嗎? 我在日本做完事 早回來就訂了機票, 誰知道… 誰知道我們在禁區碰到 不同地方飛回來 都可以這樣碰到, 我們真的很有緣 你們看來這麼恩愛 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姐姐, 你有私生女兒? 真的嗎? 是嗎? 怎麼這麼搞笑? 龍力連絲身頓這麼長得果 你們是買上來給我看的嗎? 還是特地拿上來問我? 你們不是相信嗎? 那封面的女兒是誰? 是誰… 你們也會的 真正來我家 大家看清楚 雖然她沒有化妝, 肉比較酸 但你們應該認得到她是誰 看背影這麼可愛就知道是Fanny 龍力王, 你知道的 又不早就替我澄清 我只是看雜誌才知道 而且反正你也叫Fanny上來了 我便順便見見她 你這個豈有此理 Fanny, 轉身還是背部來看 看起來背面真相似 她平時也是這樣嗎? 是, 她平時不上班 沒化妝的樣子就是這麼頑固 很頑固嗎? 很頑固, 你明知是跟我公幹的 是工作的 你真的當自己去玩嗎?穿成這樣 還有, 她多過分 我自己要親自檢查酒店房 她就去買糖吃 吃…我趁你回來吃糖, 丟掉它 你真是隆盡, 這裡是五星級酒店 你抹掉它吧, 別騷擾你 你沒看到, 你在哪裡? 我真是怕鬼了 你整頭都是, 上酒店房洗頭吧 你試試弄髒了, 沒碰到我的行李 弄得我的行李也弄髒了 我幫你拿來拿來 你怎麼樣?你隆隆盡盡的 走吧… 這種行為真的很符合粉絲 不過外人看到, 難免會誤會 賈明媛這隻是非職 我始終跟她算帳的 但我猜不到舅父和爸爸 你們竟然會相信我私生女 是因為我查過了 那天是沒有時尚表演 而且你把所有項目交給歷史 絕對不是你的性格 其實我這次飛過去德國 是打算搶賣賈明媛單生意回來的 爸爸, 我查過了 假設集團代理那隻貓妹牌廚具 快到期 我想搶他們的代理回來 你用得比較豐厚 所以我就把手上的項目交給歷史 重點是我這麼年輕, 哪能長得她出 你別被她的樣子騙了 你以為她年紀多小嗎? Fanny不化妝的樣子 確實有點令人誤會 像是小妹妹的 紀伊朱還說 你有一年在外國讀書覺得很胖 好像生你懷孕了 八舅父, 你怎麼搞的? 亂說什麼? 你瘋了的時候真的很胖 我還…你還趕我走 你不是身有閃嗎? 老婆, 你… 我當然不是, 我是去讀書的 我特地去讀書的學位 打算衝個第一層回來的 我每天留在宿舍 哪有時間做運動呢? 肚餓就隨便吃漢堡包、垃圾食物 吃得人又胖又腫 這麼餓, 我當然不願意見人 這是舅父, 他不是愛人嗎? 舅父, 真是比愛人還壞 經常過來要我花時間招呼你 我去美國, 當然想在大俠谷 我是去讀書的 我哪有時間到處跟你觀光 而且我讀書後回來之前 我已經進行地獄式減肥 我回來已經瘦了, 你還懷疑什麼? 我以為你生完了 我是你 終於這麼多年的謎團, 全都搞了 原來一場誤會, 沒事了 不過不是沒事的 現在外面的人 每個人都不會理會有私生女 那是否應該澄清一下 當然要了 舅父, 我馬上替我出封聲明否認 乖乖, 不要再玩了 你們一定要穿成這樣跟我上班 知道嗎? 可愛 不可愛? 媽媽, 你要穿這套這麼幼稚的衣服 別人才知道雜誌封面那個其實是你 今天知道我有私生女的事不是真的 看了一整晚 我都找不到大小姐的女兒 一些清晰一點的照片 你的年輕人不是很擅長上網 用電腦嗎? 你很擅長的, 你找你的阿阿阿阿阿 Ivan Mary姐 你真的沒聽過大小姐提供她的女兒? 我跟了大小姐這麼多年了 聽也沒聽過 不知道她的女兒姓什麼呢? 會不會跟媽媽姓嗎? 聽說大小姐今天回來 不知道她會不會帶女兒回來接龍 我猜不會 一定會接回來的 畢竟她是龍家的人 反正雜誌都曝光了 不知道她會胸脹 豈不是由下演戲吧? 大小姐這麼疼她 當然是放在自己身邊 又或者是給她力練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要由MT演戲呢? 大小姐… 雜誌傻女的女兒一起穿這套衣服 大小姐帶了那個師生女兒回來 幹嘛?經常遮蓋自己 抬起你的頭, 放下棉花糖 Mary… 各位早安, 早安 現在大家都知道 她就是我秘書Fanny, 沒問題了 是… 那你乖了 吃完早餐就幫我買杯咖啡上去 我現在上去工作了 我的卡, 真是太誇張了 Fanny的大小姐的女兒 是呀, 我們剛才說的東西都中了 真的, 我們放在身邊 還要由MT演戲 之前還有人討論 Fanny為什麼會升得這麼快 說她的樣子和能力都不飆聲 她的女兒可能是大小姐的杯茶 是呀, 她明天早就已經做了 大小姐的秘書 所以那些人就懷疑她有後台 我現在明白了 原來她是大小姐的女兒 小姐… 我見過大小姐 唸Fanny的雲章 罵得很禁忌 你只是在裡面演戲而已 之後關門門 無女情心難道要告訴你嗎? 糟了 我之前不知道有沒有得罪Fanny 又不如讓她抽口算醉 是呀, 她死了 家叔, 我還是要外賣算了 要A餐再加一杯齋啡 為什麼不坐下來吃? 東西拿到上去都涼了 吃了對胃不好的 我再遲大小姐罵了 你媽媽 阿蓮也是, 這麼嚴厲對你 行…我立刻弄給你 Fanny…不用出, 我股票找了錢 我可以給的, 家叔 麻煩你, 不用走 你這麼突然 好朋友當然要對朋友好 互相幫助, 對吧? 你累了, 坐吧 那…不要, 我讓你們請 好…搞定…拿上去, 快點… 小心, 慢慢走 小心 謝謝… 你這個顧客, 真是皇馬跨的鞋子 我不是擦鞋子, 我試試Fanny 以前我是請他吃飯, 他肯定不給 想不到大小姐 官宣了皇馬跨身分之後 整個人都變了 不是呀, 可以這樣上班 你以為她現在跟大小姐 在房間裡幹什麼? 你真是人流珠 你真是笨, 又不是假的 你信不信我, 解僱你了 真是極死我 豈有此理 讓我看看, 有沒有刺到你 真可憐, 刺到你紅色 真是好事, 媽媽 但是我始終不是你跟送總監親生的 我還是能回家好一點 你說什麼? 你是媽媽的親生骨肉 媽媽一定要照顧你 你看看, 我破壞得多好 我首先安排你進接籠做MT 讓你可以和大家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然後再放你在我身邊做秘書 媽媽就可以照顧你了 女兒, 我覺得現在已經時機到了 我是時候向全世界宣佈你的真實身分 真的嗎? 媽媽當年年輕時 也沒有本事帶你回來 但是現在我有權有勢 誰敢阻礙我 以後我們就可以生活在一起 永遠都不再分開了 女兒 好似, 完全想像到Fanny和大小姐 現在是房子就是這樣 兩母女一起工作很溫馨 連可以母女同聚 我當叔叔也替她開心, 是嗎? 你們誤會了 姐姐已經出了聲明 說Fanny不是她的女兒 你們沒看到嗎? 大小姐這樣做 是不想讓人知道有個私生女兒 為了保存農家的面子 不是, 此地無銀 玉蓋離章, 越否認就越真 Harry, 大小姐應該怕你口疏 所以連你也沒買 對, 之前大小姐要Fanny和Mary的家 是不想你們兩個接觸太多 你沒有… 大小姐早就知道她們是親戚關係 所以才不讓她們在一起 想起來, 姐姐真的不喜歡 我和Fanny在一起 很痛, 因為她是我兒子 我是她的舅舅 My son, 你想你決定要私定終身 你家人呢? 她們不來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嗎? 她們是不會來的 我姐姐一接受不了階級觀念 不讓我和被女兒一起結婚 所以我們才瞞著她 Hallelujah 好吧, 那我就跟你們行禮吧 好呀, 聖皇 你們是不能結婚的嗎? Fanny, 其實是我的女兒 Fanny, 叫舅舅吧 舅舅 那…還行不行禮嗎? 你這麼喜歡怪雞 你就是退去結婚吧 這隻怪雞很有趣, 又夠膠 女兒, 我們坐下觀禮 你願不願意嫁給Terry? Fanny姐 Fanny哥, 你幹什麼? Fanny姐現在全世界只有你一個救到我 有什麼起床再說吧 不是呀, 你聽我說 我本來有一份報告交給大小姐 她十分鐘後見見她要用 但你的USB漏著在家裡 就像現在飛車回家也趕不及了 那你叫你家人發給你吧 我記得Sama在她那裡 她老人家都不想用電腦 所以求求你幫我, 求求你媽媽 她一定會念著武女之情幫我媽媽 麻煩你, Fanny姐 你怎麼還以為她是我媽媽呢 我們全 eternal sprach sue, 何台UR 甚麼事 剛才打電話給我 說Terry在家裡出了事 你幹什麼, 你們別走 是紅豬, 起床 我以為我就在蒼蕾咖啡店呈醒了 快點, 老婆 什麼事? 什麼事? 剛打電話給我 說Terry在家裡出事了 你幹什麼?就別走 Honey, 你回來了 你弟弟不客氣 還跟潮先生解了藥 放了自己人的機票離開香港 快阻止他 來…你再跟我縮手 姐姐, 我已經想得很清楚了 你讓我走, 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什麼? 我喜歡的人, 竟然是很愛心 我真的覺得很辛苦 或者有一天, 我可以放下Fanny 我就會回來的, 你讓我走 Terry, 你冷靜點 你也瘋了 是不是要我一天說三次 每次說八個小時你們才相信 Fanny不是我的女兒 我沒有私生女兒 不是呀, 那天爸爸來找我解釋 你是初正正在聽的 相信你姐姐吧, Terry 你… 你連我也騙了 否則你怎會不讓我喜歡Fanny 是因為她人很乖 我不要我親父弟跟兒子乖 乖乖在一起 就是這麼簡單 你怎麼想到你要跟他丟親關係 你會不會想多了 Fanny真的不學外申 我不是她的舅父嗎? 我和麗蓮對著燈火說 如果Fanny是我的私生女兒的話 我這輩子都不能掌管接龍 我說得這麼兇狠, 你滿意吧 你說得這麼兇狠, 應該是真的吧 你姐姐還沒回來之前 我已經跟你說了很多次了 太好了… 我真的可以繼續喜歡Fanny 那我不收拾東西了 我先把行李放上房了 那好吧, 天氣都乾淨了 等等, 天氣都乾淨了 雖然Terry現在相信了 但公司還有很多人不相信 你看到今天Andy就知道什麼事了 這群人真笨, 不是假裝的 究竟要我怎麼說, 你們才相信 康上線, 怎麼你這麼喜歡玩? 你這間小狗社 加上假名媛來做假新聞?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辯訪? 你有看內容的吧? 看內容應該知道 全部都是假名媛說的 我們只不過是不信和轉實 你想告他?我給你資料 還給你影片, 你還不行? 我也知道你會這麼說的 我也打算給你一個薄面 別追究這件事 只要你幫我報一宗資料 我們就當沒鬍子 你報…我為什麼要幫你呢? 總會有你的好處 Terry這麼重口味 什麼事?有大新聞嗎? 你報過就這麼看的 什麼? 真是很大的新聞 Terry, 還有Fanny? 有什麼事嗎?牠們 吸貓而已, 不過一隻貓 兩份級 吸貓?先看過 Terry被揭有圈外女友 為保護女友私隱 姐姐硬吃私生女? 真是風迴路轉 原來Fanny不是大小姐的女兒 是Terry的女朋友 好啊 難怪在德國大小姐這麼像Fanny 不是她的蝴蝠 大小姐這麼認識Terry 愛屋及屋也很合理 但之前大小姐是說不喜歡Fanny的 說Mary拆散她們的 看來蝴蝠, 她們倆終於爬著萬難 走在一起了 我之前也看到Fanny 和Terry走得很近 我也看過 根本是有跡我沉的 但我是太大意忘記了 所以大小姐是為了替Terry 覆蓋戀情 才硬吃自己的私生女 是 姐姐 姐姐, 這間店是狗仔寫報的 真的嗎? 好, 行了, 你們先休息一下 善姐, 你行不行? 別強了, 想密一點 其實為何你肯幫那隻龍蝶插彈? 你以為我想的 你知不知道Terry 以為自己是Fanny的舅父之口 又要生要死, 又說要解藥 又說要離開香港 你知道她有多少代言 記得說過開心 還有我對他爭吵 快點好好看, 搞定她 現在大家都相信 她不是你的私生女 你放心吧 不過你不是不喜歡Fanny 和Terry在一起嗎? 我是不喜歡的 那天晚上, 夾鳥做新聞 如來圈, 每個明星都是這樣 這件事爸爸也知道 之後我要他們宣佈何時分手 他們就要何時分手 總之現在一切回復正常 沒人再說那隻鬼當然是我私生女 就行了 Fanny姐,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幫我 等等, 你不是知道 我不是大小姐的私生女嗎? 但是你是接龍未來的太子妃 你是Terry的女朋友 我一有地位超越 所以只有你才能幫我求求你 我不醜, 可以嗎? 2017年7月半